最近这段时间,我的YouTube经常被一个叫做致命公司的现象级游戏刷屏 我就很好奇,这款体量不到一记,画面十分简陋的游戏 为什么发售首月就能超越博德之门登顶为Steam的好评第一呢? 我最近也去和朋友们体验了一下这款游戏 它阴森模糊的色调,危机四伏的地图,随时出现的怪物 加上玩家们需要团队合作的推进流程,以及嘈杂真实的语音系统 确实无疑不再诠释其多人连击恐怖游戏的优秀内核 但随着我和朋友们的深入体验之后,我逐渐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我们从何又为何而来?公司又为何物? 为什么公司负责回收的员工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试杀触手? 这和我们在星球上遇到的怪物有什么区别? 而潜藏在各处的好像是有人刻意给我们留下的信息,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这一切是否有答案? 诶,其实游戏是有告诉玩家们答案的 我在最开始和AI玩的时候,就意外地发现公司的井盖下藏有一条通道 在这里我们能找到先前员工留下的工作日志 像这样的日志和彩蛋呢,很多都藏在游戏中的各个地区里 在经过我们的发掘和查阅之后,我们理清了全游戏所有彩蛋日志的时间线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投两个币支持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为您揭开致命公司背后的秘密 说起来,你有发现船上听了一条变迁吗? 通过变迁这条线索,我们查到原来留下这些神秘日志的人名为西格 而他写下的这些日志跨越532年 最终到我们手中时,才让之前的一切疑惑得以逐渐拨云见日 变迁让我们访问西格的文件 而当我们在电脑中输入他的名字时,便能找到他作为曾经员工而留下的日志 当然,这只是第一条 其实西格早在1968年被公司雇佣 加入了一个回收废料的私人团队 他们包括负责查看雷达的西格 维护程序的戴斯蒙 令人讨厌的理查德 外加一位多愁善感的女员工杰西 他还在日志中暗示我们 这份工作的人员流动率极大 或许每个人都死了 可能也只有这样 我们作为玩家的回收队 才能每局游戏都能重新作为崭新的出厂玩偶一般 在高度的威胁中为公司不知疲倦地卖命下去吧 西格一共给我们留下了12篇日志 我们通过整理他的时间线 得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 起初他只知道这大概是一份危险的工作 并且公司提供的衣服味道很大 就仿佛是带着尸臭一般传下来的遗物 扎之每次出任务时 都要随时拿着铲子来提防各种奇怪的生物 这份工作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但在高薪的诱惑下 他们仍然坚持了下来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遇到了愈加危险的怪物 更多的疑惑也随之产生 而西格也总能在和公司交货时 通过对讲机听到柜台后传来圣人的惨叫 当他用手电向里面照去时 却又像黑洞一般 身不见底 没过多久 对讲机里的尖叫声 甚至主动开始和西格对话 他们说着什么 金色星球真实存在 但却被一个外星怪物吞了下去 他们接连不断的声音令西格烦躁 但当西格提到他们是不是在公司墙后时 他们却像丢了魂丝的疯掉了 这时西格开始怀疑 他们的公司是否真的由人在运作 谜团接踵而至 可灾难却不会停下脚步等待这四人 1968年9月7日 负责检查最后一个房间的队员 李查德被一个怪物抓住 并拧断了脖子 害怕的三人只得抛下队友的尸体 逃离了这里 而在他们向公司汇报了队友的死讯后 电话那头却像机器发出的声音一般 冷冰冰地回应他 说马上会派新的员工填补位置 对李负责编程的同伴戴斯蒙 决定找到真相 他通过追踪公司的电话 查到了那头的位置 而结果却令他们不寒而栗 因为电话的源头根本不在公司里 而是有一群人 跨越了整个太阳C的距离 假装自己在公司大楼 给他们派发任务 他们的理念逐渐开始崩塌 希格发现自己 根本记不起自己 到底是通过怎样的方式 来到公司的 甚至记不起自己如何和父亲告别的 却记得自己和公司签订了合同 最终希格对这些日志进行了加密 而这些被埋藏的真相 通过了这样的形式 散落在游戏中的各个角落 呈现给了我们玩家 通过它的日志 我们得以管中亏报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我们从何又为何而来 这个答案 也许如同我们作为玩家的视角一样 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记忆 或许已经被公司处理掉了 而公司又为何物呢 通过日志里的描述 以及我们游玩的流程 我们可以知道 公司大楼后的那只怪物 在这几百年来都被员工们用废料饲养着 或许公司内部早已不存在任何活人 而派发任务给我们回收废料的人 希望我们通过卫视墙内怪物的方式 来保护这座星系 不会受到它的侵害 又或者从一开始 这份工作就是个幌子 公司已经被外星生物占领 他们通过给我们洗脑 让我们去收集他们需要的食物 以此来供养他们 这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玩家们 最终讨论出的两种猜想 而往后更深的真相 只能通过官方后续的更新 得到更多的资料 我们才能继续深入探寻了 当然 无论哪种真相 我想玩家们最后的归宿 或许都会像Richard一样 在意外死亡之后 消失在这浩瀚的星河之中吧 感谢观看